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有时以来 我是国民党提名 最年轻的候选人 高雄市议员李梅珍 接受国民党征召 但宣布参战的重要谈话 却临时在国民党高雄市党部 找来七位党籍议员陪同 记者会来的实在突然 我是刚刚才接到 刚刚才接到 对 大概约五点 他们公布之前 我刚刚才接到电话 现在要跟时间赛跑 我的知名度比较低 公开坦诚也是临时接到通知 其实原本一度传出 国民党中央有意说服 刚帮延青标完成换肝手术的 亚洲换肝之父陈兆龙参选 党主席江启成 还跟陈兆龙见了面 后来又征询已故议长 许昆元遗双林思瑜出马 而且林思瑜还点头了 但因为家人反对 23号上午正式婉拒 下午五点宣布征召李梅珍 议长夫人 刚好在上腹之痛 这个还没出病 我们不愿意来增加 他的一些负担 这征询过程以后 后来我们就没有再继续征询 我们不忍心了 真的不忍心 但国民党人选好不容易底定 五点钟公布 马上在四小时后 晚间九点 民众党突然宣布 征召亲民党籍高雄市议员 吴义正 投入高雄市长补选 蓝白河正式破局 一天就过去四党事 然后他说他们这段时间也跟有国民党 就希望国民党不要提名 那民众党也不要提名 就可以支持我们选 那他们做一些努力 但是国民党最后也没有同意 他们还停留在占地盘 就算自己不会赢 他也不让别人参选 吴义正坦诚也是当天下午才被征召 赶工准备资料 而吴义正是亲民党籍 李梅珍2006年也曾代表亲民党选市议员 高雄市长补选 撒喀都 态势成行 蓝白抢票 也成定局 再来选小雨之专会其他道